创业新生代 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无论是新发掘的创业之心 新创意见领袖的热门话题 投资风向 国际趋势 以及创业生态圈的最新动态 收听创业小剧Podcast 和新创在空中小剧 身为一个在生活中 有四只猫咪陪伴的爱猫人 我常常觉得受益师不只要照顾动物的疾病 其实包含了健康还有安养照顾的问题 也常常都需要医生的意见 与此同时 其实受益师也是在照顾四主的焦虑跟不安 因为AMA台北亚兰计划的关系 我们认识了宠物百分百的创办人 黄聪伟受益师 我很喜欢他们把受益师的DNA 放进宠物店这样的概念 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宠物百分百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AMA台北亚兰计划 第九期的创业家黄聪伟受益师 是不是先请聪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 我是黄聪伟受益师 好 所以你习惯大家就是叫你黄聪伟受益师这样 公司里面的人叫我黄医师 对然后朋友就叫我聪伟 我都会介绍说我是被聪明人包围 身边有很多聪明人这样子 这么的谦虚 是真的 简单的介绍一下宠物百分百好不好 因为其实你们现在也蛮多事业跟服务的嘛 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服务项目 然后我们待会再仔细聊一聊 宠物百分百做的事情 OK 宠物百分百有一个核心的使命 叫for you and them 就是我们为了毛海跟为了毛海的主人 所以you是谁 you是这个毛海的主人 是 我们把他当作是最好的朋友 是 那them呢就是这个毛海 那我们希望是成为这些毛海的兽医爸爸 OK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兽医师朋友 你一定会问爆他嘛 没错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兽医师 因为我们体系内有大概快30位兽医师 是 那我们就各自会去就是兽一些干儿子干女儿 然后我们就觉得啊 如果有一天呢 我们把客人当作是自己的一种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的小孩就视为我们自己的小孩 对 那我们就很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啦 就是我这个我要帮我的干儿子干女儿 某点福利 带点东西 然后我们又同时会跟我的好朋友讲说 这个东西是对他不好的 对 好像我朋友 给我的宠物吃河牛 假的要比我好 我就会跟他讲说 河牛很油 吃的不好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会同时for them 就for我们自己的干儿子嘛 然后我们又for you 就是跟我们的朋友讲 真的这种 正确的观念 对对对对 然后也许也是他们真正能够负担的起 或者是合适他们的照样方式 是是是 啊我其实内心有一个登月计划 登月计划很困难 但是我们就很努力去做 是 就是我们想要让台湾我们自己的会员 他可以 毛孩可以多活个三到五年 哦 因为刚刚录音前你有说过 好像跟日本相比 不只是日本人长寿 其实连日本的宠物都比台湾的宠物长寿 对 这件事情让身为一个兽医师的我非常不爽这样 哈哈哈哈 不要这样我们是一个台湾友好的社会 哦是是是 没有我是说 我们在生气自己怎么没有好好的 可能因为食物啊选择很多 但是猫小孩就是他就吃我们给他吃的啊 他就去看我们带他去看的诊啊 那那在这样子的环境 比如说地理位置好了 那也差到三到五岁太多了吧 对对啊对啊对啊 那所以你们旗下做了哪一些事情来 逐步逐步的在执行还没还不能说实现 嗯嗯 在逐步的实行这个登月计划 OK 这件事情就是一段一段做嘛 比如说像我们高雄有蛮多就是没有在注重新丝虫预防这件事情 嗯 他这样是你知道新丝虫只要一得 他如果要夹虫杀虫 整套搞下来 如果说还动到手术啊要花十几万 嗯 但是十几万他可能吃新丝虫预防药 他可以吃两条狗命 两辈子啊 两辈子 吃不完 因为一盒六颗六百块 那你一年花一千二 十年也才一万二 那个花不完 但是你好好的在他年轻还没生病的时候 对 你就去预预防 你就不会到你说五岁六岁就得这个病嘛 就很快就会走掉嘛 但有些自主就是喜欢 不是说喜欢 就是说他们可能就宁可冒这个风险 嗯 有点像是省小钱 想说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对 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呃 我们说天下五不适的父母啦 是 对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他当毛孩 他就是小孩嘛 他长了毛 所以没有主人是不爱他的毛小孩的 是 只是他可能用错的方式 或者说他没有一个awareness 搞定这件事情 从我也太客气了 因为事实上我也曾经收留过 就是因为得了新四虫而被抛弃的狗狗 所以 对 对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是 是个受益师 你知道我最近养了一只宠物 然后我可能就跟你讲 你先做三件事情 好 第一个去取虫 对 第二个做一些快筛 有没有什么 什么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想要把他怎么处理后续 你可能就会知道说 我至少有个人跟我讲 那讲了以后 选择是主人之急嘛 嗯 好 那至少我们可以做到 呃 可以让主人知道 我身为一个好的毛孩爸妈 我做些什么 可以对我的毛还有帮助 这样子 嗯哼 所以你是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毋庸置疑嘛 你是一位受益师 对 那这个是你最专业 也是最显著的背景 是 那你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是开了售医院吗 我创业的路比较特别 我是从大学就开始创业的 嗯哼 我大学的时候呢 因为我念的是 评冬科技大学 对 他离好士多非常遥远 是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非常想吃好士多的烤鸡 那那时候我在评科大做 音听的助教 我就问同学说 哎我要去买烤鸡 你们有没有要 加一 所以你一开始是团吗 对 我那时候是弄了一个 评科团购网 全评科有快要一万个人加入 对 然后我卖了烤鸡 然后卖牛肉卷 然后卖雨伞 卖行动电源 反正我们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各种 大小型的创业这样子 好士多跑单帮 是第一个创业项目 但它跟动物的照顾 是没有关系的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是它就是会让你 培养出一种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还因为一个礼拜 卖了一百多只烤鸡 来不及处理那个订单 然后请了人来帮忙 发烤鸡 结果你知道 他把烤鸡腿当烤鸡发 烤鸡腿一带是三百多块 烤鸡一只那时候是一百三十九块 所以他就发一只赔两百 发一只赔两百 所以你就会知道 你要找对人 你要建一些SOP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原来第一次创业 也有失败的经验 很多啊 我们那时候还有弄气球 然后就是 原油会卖气球 卖不掉 所以我们还跑去摆摊 去超多叶子摆摊 然后把气球 塞给那个小孩子的手上 然后妈妈就说 来谢谢哥哥 然后我们就说 谢谢妈妈五十块 然后妈妈就说 赶快把气球还给哥哥 然后小孩子就哭了 这是爱心比的故事吧 对对对 就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大学我们玩蛮多的啦 对 然后后来 一直到大五了 我们要考一个国考 就是受医师的证兆 对 终于认真的创业题目 要来了 我觉得第一份考题 考出来只有两百多分 及格是三百六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群 十二个同学 就是有高手啊 有中间手 有跟我一样这样 然后我们就组了一个 叫百分百上榜读书会 哇 百分百那个时候来 是这样啦 对 就是大五的时候的 一个小读书会 然后最后这读书会呢 我们每个礼拜聚一次会 然后八十分少一分 三法五块 然后最后这十二个人 有十一个上榜 嗯哼 然后过程中呢 我就敲下了 大概十四万字的读书笔记 后来第一次没有上的那同学呢 我就开始问他说 哎 不然我帮你 做一个这个考照辅导 嗯哼 那你如果觉得OK 第一堂课 你再报第二堂 第二堂OK 你再报第三堂 就他就一堂一堂一堂 把全部都报完 然后我就这样一堂一堂 把所有讲义都把它编出来 嗯哼 然后我就 我就去当兵了 然后他有没有考上 他有考上 他最后有考上 对 然后后来我们又再收了三个学生 然后三个也考上 嗯哼 那时候我就是认识一个 叫行动补习网的老板 嗯哼 然后他就开始 那时候有线上平台 就2012 2013年的时候 网路流量又很便宜 所以我就 在网路上呢 就弄了一个 呃 辅导考照的一个平台 哦 对 然后我就从那边 我就一边当兵 然后一边搞那东西 那个时候成立公司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个人家教班 个人家教 个人家教班这样子 嗯哼 他就协助我去 push我自己把整套教台编出来 对 对 然后后来就跑去上班了 嗯哼 对 我就跑去一家叫塑腾 嗯哼 塑腾是呃 以前的辉瑞的动物药品部门 哦 对 就一家外商公司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早上呢 就是上公司的班 然后晚上呢就搞我自己的 布西班 对 OK 所以我就从这样子的一个 时空背景下 创企业来这样子 OK 秀医师考照 对 然后动物药品的公司 对对 两份工作兼职着做 对 那做到哪一年决定 要开始拓展 OK 我自己是2013年的时候退伍嘛 然后1214进塑腾 对 然后2016年 就是在公司待满 两年半快三年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我要离开 嗯哼 因为那时候的我是比较 outside in的人 这个兽医产业里面 有什么机会 我可能就往那边走 嗯哼 好那时候我们 部门有分两大区块 一个叫livestock 就是猪鸡牛羊 好 这种经济动物 经济动物 那另外一种呢 叫company animal 伴侣动物 嗯 就是狗跟猫 然后我每一年呢 公司的那个春酒大会 我就坐在底下 然后听我们两个 BU的head在报告 嗯哼 然后就是经济动物的 的老种呢 就会说啊 今年的猪啊 下滑了多少头 但是我们的业绩呢 只下滑了多少头 那company animal呢 那边就说 哎我们今年呢 大盘成长10% 但是我们打败大盘 今年20% 好大鼓掌 然后我就连续听了 三年的这样的story 然后就仿佛觉得 哎 我是不是选错边 嗯 成长的缺口 好像在company animal上 对 所以我就 我那时候就 就做了人生 第一个pivot 就是从 livestock PV过来 company animal 但是我要离职的时候 老板 又跟我协商 他就说 这个高雄区的 经销没有人做 嗯哼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好不然我们来商量一下 我离职后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塑腾的经销商 哦 ok ok 然后他是做lip商那边 然后我那时同一年呢 我就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台中 他开宠物店的 嗯哼 然后我每次去找他呢 他宠物店就多个一间两间 对 然后我有一些朋友 他开寿医院 然后我就心里就在想说 因为我大午那一年 我有飞到美国Florida 去实习的大概两个月 然后我那边就看到一个 宠物店家医院的那个样貌 哦 然后我心中我就种下一个种子 就说有一天呢 我也想要 搞一间像这样子的东西 一条龙式的 对就是你进去 一站式服务 对一站式 但是他又是 很以那一只宠物为中心 以主人为中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 product and service 这样子 是 对所以那时候2016年 我们就同时开了寿医院 然后还有这个 宠物用品店 然后还找了一个美容师 来帮我们一起 就是做那一年的创业 这样子 我那时候是一个人 然后有一个同学 他刚好是从澳洲 打工度假回来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 因为那一年 我们是22K的年代 我说 我给你2万2 我们一起搞这样子 他说我寿医师 你给我2万2 我说我那时候还没离职 我说 我公司给我薪水才4万块 然后就像我们两个都要大便 我撕了一半 的卫生纸 你那一张还比较大张 然后他总之 他就信了这件事情 然后反正我们就从筹备啊 搞啊搞啊 然后就 就16年 我就正式从公司离开 然后就接了经销 弄了宠物店 然后动物院年底的时候开 这样 就是这一切的交叠点 就叠在 就是2016年这样子 好希望你后来要帮他加薪 好那个 可是你为什么觉得一战事 以从物为核心 for you and them 对 然后以这个为核心 然后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整合的服务 一战事的服务 在当时是必要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看着 我们会很想问主人说 他平常吃些什么 然后主人有时候一问三不止 或者他在店里面的时候 因为主人很喜欢上网查资料 跟他喜欢在宠物店里面问店员 那我们在整间会有遇到就是 主人也很爱他的宠物 他的宠物皮肤痒 他上网查 一个东西叫硫磺水 然后他就自己泡 然后浓度泡不对 把他泡成硫酸了 结果来的时候整只狗是烂的 烂的 灼伤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这件事情 他可不可以有一些避免这样子 因为他可能 主人自己脚没有先下去试试看吗 这真的就是 你同时你会知道说 主人其实是很爱他的宠物 是 听好生气 对 所以我们才觉得 爱对才是真爱 有时候爱错 有时候是种伤害这样子 对啊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两边的资讯落差 他要可以怎么样去打通 就是我如果今天到宠物店 我可以知道 兽医院说 他自信心正在做减敏的计划 减敏计划就是说 你不能吃到某种特定的水解蛋白以外的饲料 他可能临时就不能乱买 那我这件事情 他就可以被落地在我的肠域里面 对 然后像很多时候 他问说 那我的猫适不适合玩逗猫棒 这件事情 那站在一般的店的这种思维 他可能 你就买啊 你回去就试试看啊 每只猫的个性不一样啊 但是在我们家受益师的DNA 我们就会去说你应该要分析一下 你的猫是亲人 还是亲猫 还是亲动物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时间吗 你有时间陪他吗 还是你没有时间陪他 所以一条轴线是for you的 一条轴线是for them的 假设他很亲人 你又有时间陪他 那你买豆猫棒 很棒 但是如果他很亲人 很好动 但是你没有时间 那你可以买一些抑制玩具 或是那种定时会丢东西出来的那种东西 让他去 至少他在家里不会那么的无聊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 我觉得宠物百分百 就是说 除了医疗这件事情很专业 很重要之外 其实可能我们更重视的是 在也许疾病发生前 意外发生前的 那个健康照护 然后我觉得这对比到人 就是说 我们录音前其实有在聊啦 我觉得在宠物的照顾这一块啊 尤其在医疗这一块 现在观念上面可能对比到人的医疗 还是稍嫌落伍的 也就是说 大家都还是很习惯 就是有病才去找医生 有病才去看医生 平常没病的时候 就不是特别的会去深入了解 或者是深入研究 可能一些宠物行为的观察 或者是健康状况的关注 这样子 那所以对比到人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流行预防医学 我们可能平常从吃的用的喝的 行为运动等等的健康指数 通通都关注了 然后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要生病 反正是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用一个 比较情境式的说明 就是好 假设像我有四只猫 那如果我带我的猫到 从500%的医院也好 或者是我去买东西也好 那不管是猫跟我 会在这里面 可能接触到哪一些不同的服务 或者是会建立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来达成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不管我是要买零食 我要挑饰料 我甚至要玩玩具 会有怎么样的人给我什么样的资讯跟建议 我们有一个叫桥梁计划 因为其实你要做这两件事情 要搭起一个桥梁 这件事情我们非常努力在做 那他会遇到几个问题 因为你常说 李老常说是白色巨塔 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跟他的世界 那一般的这种商品的服务呢 他是很入室的 我们就搭了两个计划 把这两件事情可以被衔接起来 所谓的入室是什么 入室就是有一个英文名字叫worthly worthly就是说我更接地气一点 我更愿意了解你一点 我觉得零售有这样的特质 你去他会给你打招呼怎么样 然后给你做一个 decision advisor的这种角色 但是医疗他是一个 decision maker的角色 他是我帮你做的决定的 那你可能也不要跟我讲太多 因为你讲的可能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这件事情他在我们公司里面 我们就是用for you and them 这件事情下去打穿他 就是说最佳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反而我们认为最适合才是最好的 对所以比如说我们再来 我们这边挑饲料 我这个宠物最近都不太吃 那一般他可能觉得他是不是挑死 那我们是买一个含肉量高一点的 那我们的咨询师就会说 你要不要给你给我们的医生稍微看一下 我们先排除疾病的原因嘛 那这样挂号要多少钱 马上就问 我们咨询的话 如果是咨询师发出来的券 他去医院做核销 他是免挂号费的 哦是这样的串联 不开药啊 不做什么治疗的话 那医院那边我们也会有一个流程啊 就是从理学检查 然后标准的理学检查后 你会有一些想检查项目 会有个检查计划 检查计划完之后会有一个治疗计划 那过来我们又把报价这件事情放在里面 然后就看你要不要接受 看你要不要接受这样 通常都会接受啦 其实不一定 啊真的吗 对对对 我刚刚前面不是说 道芬的主人都是很爱他的宠物的吗 但是主人爱他的宠物 他同时又有他的时间跟金钱的考量 对对 他可能会觉得 不然我再看看好了 不然我先用保养品吃一下好了这样 这时候你就说 那你可能就只能进一步跟他说 如果没有改善 你可能就要回来这样子 OK 对 像医疗的话就会比较好理解啦 比如说你洗完牙 你一年要洗一次牙 好 那像狗就会比较容易有牙结实 那你如果想要让他延长一点 那你可能可以配合刷牙 可以配合注口水 夹牙骨 好那这种就会是从医疗这边搭一个桥梁过去 啊这个商品那边 哦OK 对然后像现在我们有做一些一些计划 就是比如说猫有一个第二大的死因叫肾脏病 对 好那肾脏病呢 他有分四个等级 然后就最严重叫要洗肾 然后要透洗 然后到最初期是趁势看不太出来 那我们就希望是他在零期跟一期的时候的这段时间 他能不能延长一点 好那如果延长一点 他就有机会不要那么快的进入到二三四期这样子 对要打针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呃有一个受益师 他刚好从英国念的这个营养回来 然后我们就是去去调配 就是如果早期吃后期的处方 他会有肌扫症的问题 他为了要控制他的那个蛋白质 所以他的那个肌肉的需求的那些热量就不够 对 那他同时又要控制他的一些离子 像一些磷啊像一些钠 那那怎么办 好那我们就发现 其实市场上有这样的一个一个需求 就是我不是等到他生病的时候 我再来吃这个生病的罐头 而是我能不能在他年纪到的时候 我来做一些事情 让他不要走到那一步这样子 我家目前年纪最大的那只猫 就是提前开始吃处方饲料了 是是是那很好啊 那但是其实CKD 他不是吃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了 所以我们更想要传递的是 一只CKD零起一起的这种毛 他应该要搭配比如说干净的水 然后一定程度的环境不要有压力 然后再搭配适当的饮食 他不是一个东西就可以解决的 他是一个生活方式 那像这种东西就是要够worldly 够入室 有点鸡婆 这是我的毛还干儿子 我们愿意来跟他多讲一些这种东西 然后让他可以在这个stage 留久一点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资料 收集下来 如果最后我们有个data说 这样子的lifestyle 配合这样的service跟这样的product 我们真的做到都延长一年好了 多延长两年 或者是说这个比例发生下降了 我就觉得很值得了 就很值得啊 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实际上有照顾宠物 或者是有在照料过这种 有相关疾病的宠物的主人来说 其实你就会知道真的延长一年两年 让毛还可以少点痛苦 让你自己 你自己荷包也可以少点痛苦 真的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是啊是啊 对 从回刚刚有聊到咨询师这个角色 我好奇就是说 那在从本本百的事业里面 谁都可以当咨询师吗 他的资格是怎么去培训认定跟取得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那咨询师跟医师之间 怎么去分工 怎么去处理跟面对不同的问题 OK 我们的咨询师有两种 一种叫受医咨询师 他本身是具有受医师资格 只是他选择更入室的在 在第一线跟主人做接触 那另外一个是由我们这群受医师 带出来的就是非受医人员 那我们就称他叫做咨询师 那他需要有蛮完整的商品的训练 然后过来是他要对宠物的生理 跟一些健康招呼 要有一个完整的训练 那因为我做教育出身的嘛 所以我们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考试 从宠物咨询的助理 到准师到诚师 他就会有不同阶段的 比如说你只是知道东西在哪里 那知道怎么带客人去 然后到你 你真的可以问出一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判断跟主人说 这个你可能要找一下我们受医师 需不需要转介 需不需要转介 因为受医师有一场基础课程叫类症见别 就是疾病的分级 他进来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没有需要多urgent 还是他其实是可以慢慢处理 还是他其实有没有需要医疗的服务 我们希望我们的咨询师 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sense 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直长期以来 从第一 因为我们那时创业的时候 就是我跟我同学都是受医师嘛 那我们就一直不断的把 我们在医学这边的东西 然后放到现场去 那其实也遇到很多困难啊 有时候你讲太难 然后主人真的是很难 有时候讲太简单 好像主人又觉得还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 不断不断的去修 然后修到后来又加上一些科技的辅助 就是我跟你讲到这边 我发一个券给你 你如果觉得OK 你想要去使用 那你再另外预约 预约那边的桥接 就会到医院那边去 那这样子我们既可以 就是保留一些选择空间给主人 然后我们又可以告知他一些 我们想让他知道的事情这样 所以听起来咨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任务 就是说识别问题 判别问题 然后去决定说 需要建议 转介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经过医疗之后 了解毛孩的状况之后 在医疗以外的事情 包含了饮食 包含健康食品的选择 包含如何照顾 包含陪伴的方式 玩具的选择 就是医疗以外的建议 也是由咨询师这边 针对可能毛孩的健康状况 跟疾病的状况来给予建议 是是是 哇所以其实咨询师的角色好像 就像你刚刚讲的特别入室 特别入室 对所以直观重要 那所以他们的培训跟教育 完全都是由你们设计的一套流程 然后去把他们培育出来的 那你的教育背景会发生在 医师的培训 就是国考证照上面 跟咨询师的培训上面 可是我知道你们在 针对其实主人 用的类似像味教那样的部分 也有规划相关的教育 这块可不可以谈一下 OK 这块我们大概分两个方向去做 一个是比较Hot Core型的知识 把它翻译成 稍微比较好理解的影音内容 对那 这是叫我们称它叫工具型的影片 比如说养小猫 捡到小猫怎么办 对 然后第一次月经来怎么办 这种就是比较工具型的 我们就有做了一段 那时候有第二段是想要做就是 那这个产业 比如说我跟汪苗星球老板 还算认识嘛 我能不能去拜访他 那我跟希尔斯的 台湾的一些技术受益师 也有认识 他能不能有去交流 所以我们前阵子是跟 那个WebTV Asia合作 然后我们是完成第一段 就是工具型的 就是比如说捡到猫啦 然后营养品怎么选啊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有 做了一个叫兽医爸爸系列这样 是 对 然后后面那一段就后来遇到疫情 然后就很难拜访各种人 所以目前那个计划 正在pending当中 OK 对对对对 那后面那一段大概已经会做什么 我们就是会去看看 比如说像空姐忙什么 那我们弄一个就是 诶兽医忙什么 因为兽医师其实是蛮 世界上兽医师的自杀比例是非常高的 嗯 他同时要面对生命的压力 还要面对来自主人的质疑 对 好那前阵子我自己同行就又有一些 一些自杀案件 是 其实那个心理压力是蛮大的 我其实有如果这个 这一系列开拍的话 我是想要唤起一些awareness 就是让兽医师跟剧组之间的这个桥梁 他能不能也搭起来这样子 如果他搭起来 他会知道说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不这样子做 而是由于什么样什么样考量 比如我最好的是 比如Q2H 两个小时做一次 一天做12次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医组的order 我们会写一些说 我多久要做一次什么 那如果你最好是这种东西 但是主人根本就做不到啊 那做不到的时候 主人又不愿意住院 那你怎么办 这时候就还有很多 那个 我们讲在寻找罪世界的方案 但最后结论不是主人要的时候 他会反过来质疑说 那你为什么不怎样不怎么样 这些东西就会很两难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透过其实兽医的日常啊 他想象中的兽医院 跟他真正的兽医院 可能 maybe有一些不同 那或许透过让更多的人知道 兽医院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他 maybe可以搭起这个桥梁 这是当我这一阶段工作完成的时候 我会想做的事情啊 了解 就是想要 想要减少这个医病之间的 资讯落差跟认知落差 因为对 我觉得确实是像中伟说的 尤其我格外感觉中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就是感情用的比较深一点 所以他除了有理论跟实物上面的落差 他其实还会有理智跟情感上面的冲突 那就兽医师除了要面对就是可能是自己的理智跟主人的理智 还有情感上面的冲突之外 其实像他们这样就是用情过深的兽医师也会有自己理智跟情感上的冲突 确实啊 确实啊 对所以难怪心理压力会这么大 真的真的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在对于主人的一些资讯的宣导或者是教育上面 可能都会透过影音的方式 然后让更多更多的市主可以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去理解 不只是理解自己的宠物也理解宠物照顾的这个行业 OK 那其实提到影音这件事情 然后刚好你也有讲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再给予市主有一些相关的建议 甚至是转介的时候要发卷 好像都是特别透过数位平台 或者是数位内容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另外在这个宠物的产业 动物医疗产业的数位化这件事情上面 我知道宠伟也是试图做了一些努力 这件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这个主要我是跟台湾大学EIMBA的program一起 有在推动一件事情 叫做动物医院的数位化转型 对 那中文医院的数位化转型 其实我们有一个 有讨论过说 那我们到底什么东西要转型 那我们就后来决定就是先从 最接近续组组那一端开始做起这样子 好 比如说动物医院的这个member acquisition 好 这个MARTEK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第一年的主题呢 就是 诶 兽医院呢 他怎么样去跟主人沟通 然后让别人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就切了品牌 切了行销 然后切了服务 这三个纬度去讲我们第一届这样的主题 那 呃 再来第二届就是去年年底 我们在讲的是 那味教他如何更数位化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就是超级好兽医的Wonder Vet 他做podcast 兽医师的频道 嗯 然后还有那个 我不一人的Dr.Lan 就是猫科医院的一个 一个医师 他的partner 一个刘医师来分享 对 然后 再来我们也是讲 诶 那这样子的内容呢 他是怎么被传播 怎么被制作 然后内容怎么样如何跟扣动心选 那我们有邀请到Go Sky Go Sky也 所以透过一些checkbot 他可能让这个主人下一些标签 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那我们怎么样把影音的内容 跟这个数位科技 跟最后医院可以生生不息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做了一些 一些分享 跟讨论这样子 所以目前这个推展 都还是先以 从百分百自己提系的医院为主吗 还是说也分享给其他的同业 我们就是都有蛮多来一起报名 一起来参加这些论坛这样子 对那第一场 我们是在台大管院 就是实体的 对来快一百个人这样子 那第二场也是 人数差不多 只是我们是做线上的方式这样子 就你理解 就是其他动物医院导入这些 不管说行销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数位服务的这个比例跟成效怎么样 我没有办法直接归因说到底有没有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也有什么改变 但至少在这几年来我确实有觉得有更多的受医师愿意更入室的做一些卫教 然后更多医院愿意去揭露说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 然后他治疗了一只什么样的动物啊 然后有些这些的受医师越来越有这股风气这样子 对但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是说实践也到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说受医师越来越入室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宠物主人们真的是很重要啦 对 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一个能够照顾我们宠物同时也能够理解我们心情的受医师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陪伴宠物成长这件事情 对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好说回来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就是认识宠伟是因为AMA台北亚兰计划的关系 那确实我们在一路聊说宠伟的创业过程从一刚开始组读书会啦 变成一个家教班啦OK 然后开启了自己的这个宠物医院到商品零售通路的整合性的服务啦 然后甚至包含了提供对于主人的卫教以及动物医院产业的数位化等等的 就是说这一路的那个事业发展过程其实你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宠伟身上的这个追求成长的特质喔 那也想要利用一点点时间请宠伟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你当初你是第九期所以是2020年申请加入亚兰计划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计划 我那时候会想要加入这个计划主要是我看到有一个学长 叫龚建家 他也是个受益师 但我不是他的同样一个学校 而是就是我就看到这位受益师会发一些文 然后我就一直是他的一个小粉丝这样 比如他跑去上那个火星爷爷的课 我就去报名 然后他跑去上那个MJ老师的超级数字力 那我也去报名 然后看到他就是上了这个AMA 那我也去报名结果第一年呢2019年打开那个报名表 发现好长喔 我去把它关起来 因为那时候看到以后 然后他就一直是资料夹里面的一个一个download的题目而已 都还没开始去准备 然后那时候也因为我北上求学念了一个program 叫EIMBA 对 然后我就也开启了一些创业创新的路 然后无意之间呢又看到了这个program 又再次又看到AMA的洋人计划 对对对 然后我就再次打开 然后就很认真的 今年好像得来面对 对对对 然后我就我就跑去写了这样子 然后就把我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接下来想做什么事情 我超想需要什么帮助 我就把它写上去这样子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报名表其实某种程度是帮助创业家 好好的梳理跟反思自己创业过程 一路以来的包含了数据 包含了经历 包含了milestone 对对对 等等的这些资料跟资讯 没错没错 重新梳理一遍的一个好机会 没错 他其实我后来仔细看哦 他就是把business canvas的九宫格拆成一段一段 对 然后配对以后的东西问你 然后再要你写一些很真正的数据 跟很真正内心的那些想法 他就像一个灵魂拷问的表单这样子 他就逼着你 要去面对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事实 的议题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东西我答不出来 那通常答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知道说 我是不是哪里缺了什么这样子 对像我一个朋友是旌旗制造 夜选 他说他申请三次 对 他说他每一次都是在review自己 跟review自己的公司 是 对 我是比较幸运的 我是第一次没写嘛 第二次apply就有上 所以你一次就上了 所以第九期到现在 我们已经准备要招募第十一期了 所以你已经剩下一年 快要毕业了 我们才刚结业回来这样子 对 好 聊聊加入AMA之后的收获 AMA就是 我上次有分享一个 四成四的metric 你是说在说明会的时候 在说明会的时候 就是第一件事情是lecture 就是他有非常到位的lecture 一堂课 他可以给你一些表单 给你一些方法论 可以让你带回去 隔天马上就能用 就是lecture从 从商业模式啊 从这个人才悬域用流啊 这种很hard code的行销啊 他每一个课都超级棒 对 那第二个呢 是我称他叫co-learning 第二条线是co-learning 就是你会遇到一群 也在跟你解类似议题的同事 比如说你成长率以前是10 你要拉到20 你要拉到30 然后你觉得很高 结果别人是200 那他怎么解的 他在学你也一起学 他遇到问题 你这边可能有些解放 你遇到的问题 他那边早就是习以为常的议题 对 那有一群人跟你一起学这件事情 超级棒 对 所以第二条走线 我认为是co-learning 可是像过去 比如说 好 你自己在一开始创业的缘起 你要发展那个 那个家教班事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懂得组读书会 是是 百分百成功 百分百上榜读书会 百分百上榜读书会 对对 好 那为什么创业过程 你没办法自己去发起这样的共学 创业家共学的组织 而是可能到 你觉得这个是AMA非常重要的价值 因为AMA co-learning是一条 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size一样 每个人都填了那个表单 每个人都写说 他接下来两年要干嘛 所以我们第一个话题 很常是 你写了什么这样子 然后过来你 你过了一年 你可能问他 你做了什么 或者你在这每一个月 你都会发觉 就是每个人都在 irritation 他都在迭代 那这件事情是 你在其他的地方 他不会随便说 你营业拿出来我看一下 你毛利率成长率 拿出来我看一下 你很难有一群人是 要这么真实的面对 自己跟公司的财报 除非你有共同的目的 像当时为了要准备国考 那个是因为有共同的目的 所以大家可能是 程度好的 程度不好的 成绩怎么样的 这颗强的 那颗弱的 大家都会把它 无私的逃出来 那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然后第三条轴线是 mentor mentor and mentee 就是像我的导师是 倚天资讯的创办人 Simon 然后他有创办过一家 上会公司 跟一家上市公司 他就是会 fully support的感觉 比如说我遇到 我们家 同事 不知道什么 跟他好好的开会 然后 他可以每个礼拜 一的早上 对 连线进来 然后听两个小猫头 在那边 讨论三个小时 然后他再慢慢的 把这两三个小时的东西 小猫头还是 公司这样小小的 跟他以前管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老师又非常谦虚 他说这个可能不是我的专长 但是如果可以 我可以帮一点 可以听听看这样子 然后他就协助这样子梳理 把三个小时 会议慢慢浓缩 变成成三十分钟 然后一个小时 就觉得 老师那个高度 就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很容易 看sales 不看profit 或不看这个margin 那看的东西又很单一 那老师 所以这个创业呢 as a CEO 你就像开一台车 还有四个轮子 就是你的顾客 还有你的员工 你的股东 还有你的stackholder 那你怎么在这四个东西 中间取得一个平衡 那这种心态的mindset 而且老师是跟你聊完以后 讲出这样的话 对 他可能不是一个东西 讲出什么问题 他就知道我说 你现在可能是balance的问题 你可能太偏客户了 你牺牲了你的员工 不是你太追求谋事业利益 你太偏股东了 那你牺牲了哪些东西 所以他是有深入了解 你这个个案 对对对 他就是这样子 陪着我们这样走两年 对然后 老师这个mentor这件事情 我觉得超级棒 好那第四条呢 第四个是职委会 对 就是职委会就是 就是我第一次 因为进来以后 就有一些组织 所以不然想跟 从物产业的这个聊一下 合作 对然后 对然后 或是像那个开发 就是有时候想要找我们聊 是 那职委会是带着我们 好先去做个开场摆 哦这是创业家呢 从来就是高雄来的嘛 对 那没有接触过这么资本市场啊 还是什么的 那就是等一下大家编晓力一点 这样子 对就是你会觉得 编晓力一点 这倒是真的 就是因为你其他 你如果遇到VCR或CVC 其实你比讲到那个点 他可能五分钟就请你说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 这样子 但是就是当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转介 然后了解认识 然后你开始 也从他们问你的问题 那你会后再 再请教一下小花 或当时Peggy 因为你 他们会给你很多feedback 是 就告诉你 你觉得你讲得很清楚 但是大家听得很模糊 他那那 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 可以去检视你自己的时候 就是职位会 就成绩棒的样子 就这四条走线 然后再配上另外四条 对 另外四条 第一层是个人层 就是CEO个人啊 或者是我同事的个人 就在这四条走线里面 都有一些协助 比如说他遇到co-learning 那我可能可以跟小宝邮局 约一个会议是 他的core team跟我的core team 做一些交流 哦 那这件事情 不单单是你们个人而已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个人 跟公司里面的个人 他就会发生不同的效应 那第二条呢 是这个组织 就是个人跟组织之间 他怎么形成管理 怎么形成领导 那他也是在这四个点里面 你会有一些课可以上 有些同学可以学习 然后你有一些老师 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公私与竞争 第三条中间 就是你怎么知道 现在我跟同业 好 然后你甚至有一些 你面对的 不是个同业议题 而是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嗯 例如像数位转型 对 那你做了没好处啊 那你什么原因要做 那做了之后 他能不能帮助达成你的使命愿景 这件事情 是 对 那第四条轴线是我用的比较少 同学说那边的BD大概可以怎么样 文化怎么样啊 对 酒要喝多少啊 对对对 然后他就告诉你那种 culture的不同 是 对 比如说我朋友就分享说 日本人是不会把台湾人当 就是他的老板 是 所以全球在德国跟日本 这种文化底下 他一定要邀请当地人成为他的 核心的股东伙伴 是 然后当地人去带领当地人的公司 对对 但是他说他打泰国市场就不用 因为泰国一定程度是觉得台湾是 不错的国家 嗯 所以这种东西的国际化 虽然我自己是用不到 但是我看我同学是用的蛮爽的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四成四的焦点里面就有 发生16件事情 这16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这群 就是在里面不断长大这样子 眼花缭乱学不完 对那学不完 真的学不完 而且重点是 是 他全部都免费 有没有很夸张 你真的是 被你讲得好像电视购物一样 好 这边帮AMA带一下我们第11期的 这个创意家招募的相关的讯息 首先可能要先跟大家分享 那第11期的导师阵容里面 导师他的专业领域 包含了软件产业 生活服务 餐饮 教育 广告 还有创投等多元产业 那当然也有非常多位的导师 具有创投背景 而且部分的导师多次在矽谷创业 而且都有成功的出场经验 更重要的是呢 今年的导师阵容还特别加入了 web3跟绿色能源这两个产业 其实都是我们 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那什么样的创办人可以参加呢 就是两大产业领域 数位科技跟生活服务的创办人 都欢迎报名 那年龄是在25到45岁之间 如果你的创业项目特别优异的话 其实是不在此线的 但是我们会要求 申请者必须要是公司的创办人 或者是共同创办人 并且参与公司营养要两年以上 那创业公司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说 公司要进入成长期 并且要有清晰 可以规模化的商业模式 并且要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然后需要大家来协助你 加速成长 面对成长带来的问题 这个是AMA第11期 创业家招募 好像是收到4月底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 节目简介里面 找到AMA台北亚兰计划的 招募的网址 或者是网络搜寻AMA 亚兰计划 到他们官网上面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账目的资讯 好 最后一个问题要回来请教充伟 就是你是高雄创业 高雄起家 但是对我这个在台北的爱猫人来说 你有没有拓展台湾其他地区的计划 其实有啊 就陆续有在规划 但是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啊 还要找到自从道合 喜欢这个使命跟这个文化的公司的兽医师 然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去往下走这样子 所以会你们获展一个新的点 对 一个这种一站式的整合的服务 会先从兽医师开始 对对对 因为兽医师是最核心的那个那个点 对那除了我们自己有培养以外 我们也需要跟更多兽医师来做合作这样子 嗯好 那所以你们现在都还是在高雄 目前都是在高雄 那下一个点会是在计划上 我们在台北有一个电商部门 台北市有个电商部门 对刚刚成立 然后今年开始在做 那我们下一个最大的计划是 我们想推出一些自己的产品 OK 对就是有兽医研发背景的产品 它再来如果这件事情 呃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希望明年在 实体通路 对北区有一些实体通路这样子 那做一些别人比较不想做的 比如说夜间集证啊 是 那种重症的一些服务这样子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还在idea阶段这样子 OK 好今天非常感谢 崇伟来到创业新生态节目的现场 我觉得身为一个爱猫人 能够跟这个兽医师聊天 跟做宠物相关事业的创办人聊天 你总是特别的开心 是 对 然后也期待 宠物百分百 可以赶快来到北部的市场 可以满足我们更多市主的需求 创业新生态的节目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见 欢迎订阅 分享 给五星 或者是留言评价 也欢迎新创生态系的伙伴 来信之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新创的能量代表了这个世界创新的力量 邀请大家每周三 锁定收听 和创业小区一起共同关注 创业新生态